那是我的輪胎, 我的輪胎, 我的輪胎, 美國總統的總統, Paul Ryan。 成為共和黨的明日之星。 不過, 有分析認為, 羅姆尼選擇《賴恩》是兵行險著, 因為《賴恩》的反奧巴馬形象深入民心, 可能會刺激保守票倉, 但是他過於偏有難以爭取獨立選民的票, 更加上他提出的預算案存在很多漏洞, 相信提名後會成為民主黨的攻擊目標。 距離美國大選11月6日不足3個月, 根據最新民調, 競選連任的民主黨代表奧巴馬, 在多個未有明確傾向的州份都暫時領先。